大家好,我是阿剑 做一个温暖的厨师 普瓜是一道夏季特别清凉的小菜 深受很多朋友的喜欢 但是要怎样炒才翠绿去火 还好吃呢? 今天阿剑就把详细做法分享给大家 耐心看完这个视频 你也可以做出和饭店大厨一样的味道 接下来一起跟着我的视频 看看是怎样制作的吧 首先我们准备两条清洗干净的苦瓜 挑选苦瓜 我们一定要挑选这种碧绿颜色的 这样的苦瓜才新鲜 先将苦瓜给它切去头尾 再将苦瓜从中间给它一分为二 再找一个小孩子吃饭的条根 把里面的瓜郎给它淘干净 这层白色的膜也给它刮干净 这样炒出来的苦瓜才不会那么苦 像视频中这样刮干净就可以 然后给它叠到一起 切成稍微厚一点的片 千万不要切得太薄 不然的话做出来口感不好 像炎热的夏天天气比较干燥 而苦瓜却有清凉解暑去火的作用 所以我们要多吃点苦瓜 对我们的身体好处非常多 切成像这样一枚硬币的厚度就可以 切好之后给它放入大碗中 加入一勺白糖 这一步有很多人都是用盐 其实是不对的 用白糖不会让苦瓜变软 保留苦瓜脆爽的口感 同时白糖的甜味还能中和苦瓜的苦味 这样吃起来口感更好 虽然微苦但是鱼味清甜 抓拌均匀之后 给它放一旁腌制三分钟 准备一小根胡萝卜 给它削去外皮 再给它切成菱形段 最后给它切成菱形片 切好放入盘中备用 准备提前泡发好的木耳 大的话我们给它改一下刀 切好 切好和胡萝卜放一起 并准备一个小碗 打入三枚土鸡蛋 然后将鸡蛋给它搅散 稍微多给它搅一会儿 饺子蛋清和蛋黄 充分融合到一起 饺子像这样 提起来没有硬块就可以 准备点小料 挤个蒜子 给它切薄片 切好给它装入盘中 接下来锅中加入一碗清水 开大火给它烧开 三分钟以后 我们的苦瓜也腌好了 来看一下 撒出了很多的水分 腌好的苦瓜 千万不要去挤压 因为这个苦瓜比较脆 如果挤压的话 容易断裂 做出来没有形状 最后把里面的水分 给它倒掉不要 水开之后 往里面加点食用油 这样焯出的苦瓜 更加的脆绿 苦瓜下锅以后 不要焯的时间太长 给它焯个30秒就可以 这也是苦瓜爽脆 口感的关键 30秒以后 我们迅速的用漏勺 给它捞出来 控水 接着下入黑木耳和胡萝卜 给它焯水两分钟 将食材给它焯至七成熟 两分钟以后 我们的食材也焯好了 然后用漏勺 给它捞出来 控水 将锅烧热 倒入多一点食用油 油热之后 把蛋液给倒入锅中 然后给它滑熟 如果喜欢吃香一点的 咱们可以将鸡蛋 给它煎老一点 像这样 滑的嫩嫩的就可以 我们将火关掉 然后给它盛出来 锅留底油 下入蒜片 开中小火 给它煸炒出香味 煸香以后 再把木耳胡萝卜片 给倒进来 然后给它煸炒过三十秒 三十秒后 把苦瓜给倒进来 接下来我们简单调味 加入一小勺盐 来一丢丢鸡精 一丢丢白糖 一小勺生抽 然后开大火 给它翻炒均匀 翻炒均匀以后 再把鸡蛋给倒进来 然后继续翻炒 这里我们炒的时间 千万不能太长 大概给它炒个三十秒 就可以 炒至调料 全部融合到食材里面 出锅前 我们再来点水淀粉 再来点明油 然后给它翻炒底下 就可以出锅了 一道简单又好吃的 苦瓜炒蛋就做好了 出锅装盘 就可以美美的享用了 这样做出来的 苦瓜炒鸡蛋 鸡蛋又嫩又滑 苦瓜爽脆干香 清热消暑 尤其特别适合夏天 如果你也喜欢吃 就赶紧收藏起来试试吧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简单分享到这里 咱们下期视频见 视频的最后 祝大家天天开心 八颗牙齿晒太阳 还要吃饭 小颗牙齿晒太阳 igt准备 好 你看 我 我